接著就是要計算 上面如果給數字你就可以算 我們要給個NG圖 請你算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就是要有一個位移 要有一個時間 所以你就需要幾個點 兩個點 有兩個點只有時間一位置一 跟時間二位置二 那你就帶進去 就算出來了 所以如果需要你去計算它有多快 你要怎麼辦 你要從圖形上找到兩個點 然後帶進去ΔTΔS 時間差多少位移有多少就算出來了 就知道它的 你就知道它的平均速度有多少 OK 我們從此就知道 原來MT圖的直線就代表速度 剛剛跟你講過了 MT圖只要畫出線條斜直線就是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數學有教過兩點可以全定條直線 所以兩點定條直線 兩點可以求出我的平均 兩點可以求出平均 所以直線就代表了速度 因為是等速度運動 所以平均會等於順時 然後這就是keyboard的重點 MT圖直線代表速度 然後直線越斜代表什麼意思 速度就會越大 這就是我們剛才前面過程中 就已經跟各位提示過的事情 再說一次 MT圖的直線代表什麼 速度 直線越斜代表什麼意思 速度越大 直線完全不斜平的呢 表示沒有速度是靜止 OK 所以如果從頭到尾只畫一條直線 就表示只有一個速度是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是剛剛你講過 MT圖斜直線代表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這叫做平均速度 這個不是等速度運動嗎 沒有關係 你只要我算平均的時候怎麼算 一樣找兩個點 他就說計時開始計時結束 然後如果你說的話 你知道兩個點代表進去 剛才講過 兩個點可以給你講什麼 直線 直線就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所以我們跟你講過了 我們算的平均速度就是怎麼樣 把你當做你是等速度運動 就會在這一段時間走這段位移 所以你看 兩點 本來黃色線不是等速度 我求平均一條斜直線 就表示我當做你是做等速運動 就會再從時間一在位置一 會變成時間二在位置二 就是腳馬上做的 要做平均 兩個點 還有一個叫順時 順時是某一個瞬間是叫順時 問題是我不會算 數學上要做數學上的計算方法 就是要把時間間隔越取越小 越取越小 要取極限 這種超級恐怖的事情 是高中以後才會教的 還是想法這樣想 可是我們國中可以看出一些官移出來 就是它會變成一個切線 所以切線就代表了叫做順時 我們基本上國中程度沒有辦法 直接從我們的數學上 處理掉所謂的順時速度 但是我們可以用平均代替順時 因為等速度一個運動的時候 平均會等於順時 像這樣 我問你T1的 我問你T1的順時是多少 一個時間間隔 平均嘛 然後數學上出來就是讓它時間間隔越取越小 取極限 極限 切線 切線 這個叫做順時 這種線叫做割線 這種叫割線 所以我就知道了 SD圖上的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如果直線越斜 這代表速度就會越大 那請問你這個怎麼辦 很抱歉 數學我不會做 這樣做我不會做 但是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找到兩個點 代替你去做 找到兩個點 通常會起這邊這個點 我找到兩個點 我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我們的數學能力上 沒有辦法直接處理順時 但是我會用平均等於順時 因為它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所以它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解決掉 OK 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請記得我剛才說話的結論 SD圖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越大 直線越代表速越大 好 可以啦 可以